各位早晨 無論你在Youtube見到韓服沙皇沒玩過 也或者你去年看過Fanatic的Guess my E6 你可能有聽過冰心沙皇 其他人可能當這個流派是一個非主流娛樂打法 但在我們這個託 我們會對這門科技予以強烈的尊重 各位觀眾冰箱之心阿奇爾 首先冰心沙皇是怎麼來的呢? 我就做了些少考古 我找到最古老的文獻是3-4年前 來自DriftKingAzir的冰心火甲沙皇 其後在前一兩年 某位鐵牌癡善老Post了一堆冰心沙皇片 觀眾就當他無道 情有可原的 在現今這些牌位等於社會地位的時勢下 又有哪一個會聽鐵牌仔說話 不過公道也要說一句 根據League of graphs 我這個鐵牌假假的都做到台服第二 怎麼都有些少價倆 在今年年頭 沙皇就重製了 韓服高玩 首先光明正大地拿冰心來用 其後的發展 你們都知道 冰心沙皇有什麼好處? 看看stats就高下立件 90物防全game最高 其他裝車尾燈都見不到 但這件裝已經足夠抵消一切的物理致命和物穿 除非有人這麼空間同時買一把黑切 再加一把食來享受就遠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欣賞 那些AD刺客燥底打賤 等等 我們這些專心打Law的人 sendmuse all 對面的人在cosplay維園阿伯 冰心也是水滴裝之外 為2的魔力裝 令你有如如不用迫購買 塞落之中神話裝 多點選擇多好 如果你是有Q開Q的Player 現在你有多400魔給你洗 多爽 玩得沙皇 買裝時你最需要stats是CDR 其次攻速再補其他 為何CDR這麼重要呢? 沙皇的傷害主要來自沙冰 除非你有徵佔的雷射走A操作 你的輸出是會受限於沙冰的圓周 對面你成功離開到你的圓周 你就可以等下條命再來過 再加上你庫防 最多只能儲兩隻沙冰 招技一開歪 你就有牌手 這麼不錯 隻鷹當然更難玩 CDR就在這些時候發揮作用 CDR跟沙皇的容錯率是形成正比 有隻沙皇擺錯位? 不用怕 下隻兵都CD回來啦 CDR越高 沙皇就越容易玩 我們看看這個範例 這個不斷right click座塔才醒起 招技CD緊 之後還要炒完skillshot 那又怎樣呢 不就是照打贏牙蘇 這個就是冰心沙皇 夠坦 又可以王之軍勢寶具連發 對面牙蘇就慢到好像拍22世紀殺人網絡 講起牙蘇的慢動作 我們講一下沙皇第二需求 攻速 稍微講一下沙皇AP跟攻速的關係 從理論上來說 當我們講沙皇的每秒傷害 如果你有1攻速 你W有60%AP 如果攻擊速度是1.5% W就會是90%AP 如此類推 實質上來說 你要期望在對面隊 跑出沙兵攻距前 A得多少就多少 所以你現在玩沙皇 怎樣都要至少買回攻速鞋 或者垃圾之鴨 那這個concept有關冰心什麼事呢 相對攻速吧 如果你聽過我講這個terme很多次 多謝你的支持 舉個例子 你和對面沙亞同樣以1攻速對A 它的攻速因為冰心跌到0.8 不用擔心 就算沙亞有件火炮 都還是冰心降速發揮 過了5秒 你A了5下 他A得頂籠4下 對於射手角 A少一下足以致命 那為什麼是頂籠4下 實際打架要走A的嘛 走A要好就需要穩定的節奏 冰心有什麼效用 我們一起聽一下前pro player rush怎樣說 我稍作補充 時刻2023 LL新手都會走A節奏 所以冰心隊全部排位都會用 第五樣冰心沙皇的優勢是冰線操控 上路適用為主 和中路不同 上路很闊 推線壓前很容易被人Gank 單靠一招飄移是沒辦法 高哥女士 所以在全對線期 你要把冰線控制在自己塔底外面 當然你鎖得條線 你就要不斷地拔兵 但跟其他應不同 由於沙皇和沙冰 視野順視作同一單位 你走入草 那些冰是會繼續打你的 所以沙皇鎖線 遊走或者回城 全遊戲最難搞沒有之一 想開開心心拍大巴 神龍Carrius幫到你 Cut 我想說的是守望者海鴿 分告邊Q過捨 有這塊鴿 鎖線很輕鬆 你可以邊探兵邊打FGO 邊拿開keyboard 看看蟲滑魔 再順便沖一杯茶喝 這個減傷還要是scale血 scale血為什麼對沙皇好呢 多得去年的血buff 沙皇全遊戲第19多血 天然坦度十足 再加上有一閘沙皇會出的AP裝 內置加血 冰獎 有 暗影之染 有 禁書 又有 王冠 都會有 鎖線的時候 看著D-2-3 心情零射舒暢 講到這裡 你們可能對冰心沙皇的傷害輸出有所顧慮 當然 拿件坦裝代替工裝是會低一點點 但在這個全世界都可以秒殺人的環境下 你起全魔攻 固然是高噸一點的 但你大多數情況 技都未開 就乖了 反過來 你沙皇氣坦一點 噸就耿少一點 但你再生的時候一定會給到貢獻 100%機會打到70傷 好過20%打100傷 80%打0 多多聲 冰心沙皇或者半坦流沙皇 為你帶來的是表現穩定性 加上你AP高不高 是看你有沒有死母 另外4件傳說裝 無論你出什麼都沒有分別 跟學科你只是拿一個位買冰心 誰適合玩冰心沙皇呢? 我們首先有不懂被skillshot的人 無論你是反應慢 有一個差的網絡 還是你在香港玩歐美服 你都會硬吃一堆傷 你需要那個額外的坦度 第二種人呢?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沒錯 你懂得玩沙皇 你都會懂得玩冰心沙皇 什麼時候可以買冰心呢? 如果你同隻靠攻速的鷹打 例如牙士兄弟的QCD看攻速頭 克利斯坦這類 或者雷文 阿薩斯 賈克斯 卡桑帝這種玩普攻開記普攻斷硬直的鷹 直衝冰心第一件就對了 不過如果你整隊低利一個魔箱 直衝就沒那麼好 幸好現在的茂海海沙這麼鬼版本 所以不成問題 如果你不想那麼操出 二十多分鐘按一下TAP 對面肥的是ADC 或者密箱Jungle的話就不能買 沒人肥的話 10分鐘後再check一下 因為自己和隊友膨脹 這家東西是既定事件來的 當然 冰心沙皇這尾黑科技 你想幾時買都可以 所謂有比較有傷害 以沙皇來說 最類似冰心的裝飾金身 在二選一的情況下 為什麼選冰心呢? 當我們放棄金身 我們損失80AP和招主動換了一座山的STAT 小80AP是什麼意思? 其實只是每下沙冰A-48傷 何比他算死母40AP加成 都只是每下A-67.2 這個傷害成本價比得起 至於招無敵 你又不是在打職業場 你那2.5秒 隊友不會配合到你 對面又有免費時間的企溫 就算你免疫了對面的combo 金身完 對面的技都回來了 現在2023 爆發音 開技更密 右按 未計沙皇打架已經夠多最近 現在還要煩賣的2號仔 所以為了各位用家的健康 兩件之中選冰心吧 當然金身是有它的重要性 石頭人開大 都要回去補命的 戴回頭盔 兩件裝其實是可以一起出的 他們又不是神話裝 再瘋一點可以加上 王冠女妖石障鬼 鞋換就恨副所 究極詐人心態流 你如果想試冰心流 你心不想事先熟習特殊的操作呢 冰心沙皇在風格打法方面 其實跟典型沙皇無異 你只是單方面多了近戰鬥A的能力 我整這條片不是為了展示冰心沙皇有多屈肌 因為沒有證明的需要 而是為了讓你們看到META是一個主觀的概念 想想你上一次起套裝 不是直抄OPGG或者死根商店推薦是何時 又想想你有沒有試過在全部道具list 認真看過那些裝的Taxe META是指最有效的策略 邦加艾法就版本套路 問題是這些套路只是大眾數據 和每一位獨立玩家的色性是沒有差 再用沙皇做例子 沙皇這三年的所謂版本出裝是盧登暗影 我出這兩件裝都輸多贏少的 META出發不有效 還怎樣叫META呢? 矛盾了啦 Fit大眾的東西不代表Fit自己 你有權當我整條片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希望你學會 真正的META是要符合你自己的風格 而不是大眾套路 多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聽我這個瘋子佬的法神經 不妨給個like comment下你對冰心沙皇的看法 和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我對冰心沙皇的熱誠 再加上身邊的人的要求 這個廣東話Version是額外做出來 以示敬意的 所以如果你想聽我多說廣東話的話 不妨不跟我說聲 我是Shulfi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